向柳 你究竟什么时候娶我 小妖看着愣神的向柳 又问了一遍 我 我 向柳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 还是说 其实你根本没那么爱我 小妖看着向柳那小硬又不敢硬下的眼神 心中隐隐犯痛 不是的 向柳赶紧否定小妖说的话 我指示 指示什么 小妖的双眼被雾气笼罩 却还是看着向柳 期盼着向柳的回答 其实 我在是闻小柳的时候就喜欢你了 可是你终日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你让我怎么收望你也爱我 向柳 你爱我吗 小妖趁向柳不注意失了个只能说真话的法觉 爱 话一出口 向柳呆住了 本想葬一辈子 今天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小妖笑着把脸埋进向柳怀里 用向柳的衣服擦着泪 现如今陈戎彻底覆灭 你已经不是陈戎军师了 你现在就是向柳 只是向柳 没有别的身份 我们不再对立 爱意不必再隐藏了 我救了你 你要对我负责 你说爱我 你也要对我负责 小妖说话的语气很坚定 而我也不要你做什么 我只要你娶我 我答应你向柳双目含情 是遮不住爱意 过几天你和我动身去武神山吧 我带你回家看看 等婚礼过后 我们就去浪迹天涯 你为了那些士兵相恨了太多东西 你本该肆意浪荡 游山玩水 罢了 以后我陪着你 小妖原本搂着向柳胳膊的手紧了紧 第二天 向柳 小妖乘着毛球 来到武神山 这是向柳第一次带着小妖光明正大的来 毛球一路畅通无阻 飞过节界 来到承恩宫 王姬 你怎么回来了 老桑又惊又喜 这位士 进去禀告一声 告诉父王 我回来了 至于他吗 米国会就知道了小妖高兴地看着身旁的向柳 好 王姬殿下 稍等老桑似乎明白了 不禁勾起了嘴角 陛下 大王姬回来了 老桑向浩灵王禀告 快叫他进来 浩灵王两眼放出来光 陛下 大王姬这次来还带了个男子老桑不怀好意的笑笑 浩灵王看着老桑这副样子 瞬间通透了 还不快去请大王姬进来浩灵王笑着说 小妖 向柳并肩而入 父王 这么久不见 想不想小妖啊 小妖走到浩灵王跟前 倒了杯茶 怎么会不想你 这些年你和景在外面也不回来看看 自从阿年嫁给枪选后 我这浩灵啊 一天天安静的让人不舒服 浩灵王十分和蔼 对了 这位士 浩灵王两眼放着光 这小子是小妖惺惺惺上的男子啊 看来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父王 我这次来有事和你说 小妖惺惺的笑着 她松开浩灵王 走到向柳身边 道 父王 这是我的一中人 您之前见过的 惺惺惺惺惺惺吧 是的 父王 浩灵王走下高台 到向柳跟前 还不介绍一下 再下向柳 向柳 久命向柳 浩灵王一惊 是 浩灵王原本放光的眼睛暗淡了几分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你啊 小妖见浩灵王的表情变化 王说 父王 他以前是久命向柳 现在陈荣已经不存在了 那个向柳也已经战死了 父王 你别拆散了我 小妖越说越急 拉住了浩灵王的手 你啊 浩灵王面色又和蔼了几分 小子 能照顾好小妖吗 浩灵王别过脸 问向柳 陛下放心 我定尽全力保护小妖 让她一生安乐无忧 向柳眼神坚定地看着浩灵王 好 浩灵王拉起向柳的手 把小妖的手放在向柳手心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小妖红着脸 不好意思地低着头 浩灵王宴请了向柳 小妖 既然回来了 多住几天吧 浩灵王道 小妖看了看向柳 见她并不反对 遵命 随后举起酒杯 一饮而尽 演习过后 小妖带着向柳来到寝宫 小妖喝得晕头转向 一直说胡话 向柳把小妖放到床上 小妖抓住了向柳的手 你干嘛去 我哪儿也不去 就陪着你 向柳握住了向柳的手 你 过来 靠近点 向柳拉着向柳 通红的小脸让人欲罢不能 好 向柳贴近向柳 要干嘛呀 话音未落 小妖一把将向柳拉上了床 用腿将向柳压在身下 睡觉说完倒头睡了过去 向柳呆呆地愣在床上 还没反应过来呢 瞬间耳根通红 她想抬起小妖的腿 想了想 算了 她就这样被小妖压着睡了一晚 向柳 我们去百里族走一趟吧 小妖躺在床上 期待地看着向柳 百里族 你去那儿做什么 向柳有点不解 我 带你去找嫁妆 小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向柳突然起身 整理好衣服 走 向柳走到窗台边 打了个响指 一声雕鸣震耳欲聋 向柳纵身飞上毛球的后背 向小妖伸出了手 小妖 向柳坐着百语金官雕在空中偶响 之前和你坐着毛球 也没注意 原来这世间风景如此美好 小妖看着世间大好河山 发出感慨 是啊 只要世间有此等美好风景 生命就很可贵 向柳像是在回忆什么 小妖转过头 也回想到了之前还是闻小六时 和向柳月下谈心 海上赏月 到了百里族 向柳小妖走在山林小路上 向柳一袭白衣风度翩翩 覆手而行 小妖一身轻绿 走在山林 时不时看看眼花 还不忘摘一朵别在自己和向柳发肩 又致向柳口中拒绝 身体很诚实弯了下来 怕小妖够不着 多好看啊 其实你笑起来更好看 为什么不能多笑笑 小妖看着向柳 要不你把另外八个头变出来吧 别另外八个头吃醋了 小妖打去着向柳 你想找死 向柳冲小妖挑挑眉 小妖装眉听见 装眉是人继续往前走 向柳脸上浮现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 你来这准备干什么 就为了看看风景 向柳问道 我来带你 找 嫁 装小妖笑了笑 继续前行 什么嫁妆 需要王吉殿下亲自来这林子来找 向柳极力克制心中的喜悦 百离族 你猜猜呢 小妖耐着官子 百离族的妇人善患养蛊虫 你不会要去找此熊蛊吧 向柳说着心中的猜想 不错 不愧是我看上的人 聪明 这问题给傻子猜 也能猜出来啊 你可不是傻子 小妖得意地笑着 小妖穿过山林 来到一户人家 目之小屋 小 但是很精巧 小妖上前敲敲门 阿玉 我是小妖 开门 门应声而开 是一个长得极为可爱的姑娘 小妖姐姐 好久不见 请进 小妖拉着笑柳进到屋子 小姑娘拿来些地方特产 招待二人 阿玉 现在就一个人住 小妖喝着酒 眼睛看着小玉 自从阿母去世后 阿父就成天不着家 我独自住在这里已经几十年了 小玉低垂着眼 要不你和我回号灵吧 小妖看着阿玉 眼中尽是怜悯 不了 我出生就在这 这片山林生我养我 我舍不得 小玉举起酒杯 一饮而尽 不知小妖姐姐来找阿玉 是有什么事吗 阿玉挑开话题 小妖这才想起此行目的 当年我救助你阿母时 你阿母给了我一对情人骨 我想知道小玉你会养情人骨吗 我阿母会 我这个女儿 自然也会 情人骨种给情郎 我阿母之前给了一对给你 你弄丢了 小玉在小妖和向柳身上来回审视着 对 我把她弄丢了 小妖欲气突然低了下来 向柳抬头看了眼小妖 小玉走进房间 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一个山核桃 在手中握了握 似不舍 她拿着核桃来到席间 走向小妖 那 小妖 小玉拿着山核桃在小妖眼前晃了晃 后放入小妖手中 她偷偷看了眼向柳 一有所指的对小妖说 你不会要种给这位公子吧 眼光真好 长得挺好看 小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偷笑 小玉也明白 就回到了位置上 公子身姿灼然 亭亭玉立 不知尊姓大名 小玉举起酒杯 向向柳敬酒 向柳 向柳抬起清冷的眼眸 冷冷地说 小玉感到一股寒意 小妖说 别介意 她就这样 一副生人无尽的样子 姐姐好福气 小玉也不介意 继续喝着酒 他们最后离开了百里族 又坐在毛球背上 向柳 我想去你的大海背里坐坐 好不好 小妖冲着向柳撒娇 向柳冷冷笑着 你是想去我的大海背里坐坐 还是想在大海背里给我下骨 行不行啊 小妖抿着唇 真诚的眼神看得向柳心慌 向柳把视线从小妖脸上一开 淡淡开口 好 向柳召唤出海背 向柳极不可耐地从毛球背上跳进海背 向柳无奈地摇了摇头 也跳了进去 他们进入海背 相对而坐 向柳不怀好意冲着向柳笑 别傻笑了 开始吧 好的 小妖对着山核桃施法 煞使荧光围绕着山核桃 渐渐地荧光分成两股 一个进入到小妖身体 另一个则进入向柳身体 这是在一次确定了情侣身份吗 向柳的思绪忽然被拉回从前 替轩转移谷的情形 她那是以为二人种下情谷 就是夫妻 急不可耐地带着小六去了自己家里看海景 她不知道其实小六不知道那是情谷 只有她傻傻地以为他们失恋人了 如今两情相悦 互相表明心意 她也不用再推开小妖了 感觉怎么样 小妖按着向柳的胸口 就那样 向柳红了耳根 九头怪 你想拿什么娶我 小妖深深地看着向柳 你想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向柳斑坐着 唯独两眼温柔地看着小妖 那我要你的命 你的九条命 行不行 小妖一玩笑地语气说 好 你要是想要 我现在就先给八条给你 剩下一条陪着你 说着向柳幻化出一把利刃 小妖一惊 你干什么 没让你先再给 抢下来向柳手中的利刃 那你的命已经是我的了 以后你要是敢离开我 或者推开我 我就用你送的那把公亲手 设计你的胸膛 小妖定定地看着向柳 好 你想什么时候设 我都依你 向柳勾起嘴角 拥小妖入怀 好 好 感谢观看